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们 今天我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 一起来看望慰问国伴的同志们 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感到非常高兴 首先我要向国伴的全体干部职工 表示 我们国务院所有领导同志对你们的衷心感谢 现在在北方上暑冬季 但今天啊 阳光明媚 如暮称风称光 你们常说 人在盖 天在盖 看来是苍天有眼啊 看着我们国伴同志 这些年来 辛辛苦苦 扎扎实实 做出的特殊的奉献 应该给你们奖赏 你看 你看 这个风 已经呼风了 本届 本届 本届政府 即将 任期 结束 五年来 国伴同志 和我们一起 经历了 极不平凡 也是非常艰难的历史 你看 从本届政府成立开始 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上开始 出现贸易摩擦 贸易战 紧接着 2020年 到目前为止 已经连续三年 新冠疫情 造成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 有效的 应对 各方面的挑战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用上了一个大战军 其中的艰辛 你们都很清楚 你们是我们国务院 机关运转的中枢机构 你们在工作当中 让我们感受到国外同志的传统作用 那就是 心怀天下 心怀人民 不是说没有自古 而是以大局伟众 你们在工作当中 你们在工作当中 又是 埋头苦干 水下 水下退众 而且 对你们的本职工作 有着很强的职业精神 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 你们的这些 传统和作风 在这五年来 不断的发扬光大 我们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 你们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力量 特殊力量 要说人不多 不算多 我们十四亿人 你们在场的 也不算少了 听说有 八百多人 过去有八百壮士的承诺 这也是 这个 阵容强大 所以啊 我们对 未来 你们的工作 你们取得的成绩 还是充满信心 当然 我们也看到 在场的很多同志 有的 是比较熟悉的 早生白发的 确实 在时间 在精力上 你们的付出 就是一般工作习惯 不好 我到国办 到国务院习惯 15年了 15年来 和大家 可以说 接下来很深厚的感情 我深感 国办同志 在我的背后 传达了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声音 你们每次回习 都在了解 真实的 色情名音 向我们 传递 人民的希望 我当中了十年 十年来 大家 始终 发挥着你们的 因素 我们这十年 我们这五年 扛过了 贸易摩擦 新冠疫情 虽然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会继续取得 新的成就 十年我们的 GDP办一番 财政收入接近一番一番 物价总水平 始终保持在 百分之二十年 这些和国外公司的 努力 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 都是不合格 本届政府的 领导同志们 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工作 都感受到 国办同志 给予的 助手 参谋 公文运行 上传下达 等等 没有你们 国外 国外机关 运行 国外的 决策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些年 决策 是不断的 做出 而不断的 缩短 时间 公文的 直接 本届政府已经说到七天了 这是需要大家付出 加倍的 甚至是十倍的努力 所以我要再一次感谢大家 也坚信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 决策固 在新业政府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 我们 国办同志 一定 会 不如十位 再创 加息 最后 祝大家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谢谢 谢谢 和参谋 周术 充分肯定 国办 干部职工 担当 作为 和 心情付出 饱含着 对同志们的 关心 关爱 和 殷切 不足 大家 要牢记一心 以实际行动 不辜负 总理的期望 最后 让我们再次 以热烈的掌声 衷心感谢 总理 和国务院领导 同志 对国办 机关 干部职工的 关心 关爱 祝总理和国务院 领导 同志 身体健康 和国务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